哈囉大家好,我是燃教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勝利的碳音球 為什麼會接觸到勝利的碳音球呢? 主要是因為第30屆成大雨球公開賽 他們在預賽的部分是使用碳音球 當然副賽的部分就換回原本的天然雨球了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碳音球它的打感 以及我認為它的優點跟缺點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先從碳音球的外觀看起好了 它的外觀其實長得非常像一般的雨球 只是如果大家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上面有一些直線鏤空的設計 這個碳音球呢 我們就從四種基本球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好了 第一個是平球 平球它射過來的時候壓迫感比較強烈 因為這個球好像有一種特性就是 它的加速度算是蠻快的 而且尾速不太會掉 所以當你在打平球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一球它會出了一個強大的壓迫感存在 所以當你要揮回去的瞬間 必須要早一點 而且發力要順暢一點 不然的話你很容易就被這個球擠到 切球的話就比較好一點 切球就是側面切它 但是你會感覺到它好像 像一顆很集中的石頭一樣把它往下帶 這種感覺非常難得瞭促 但還可以自己去試看看 切球的感覺跟一般的玉球 我覺得有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第三種呢是殺球 殺球的話我覺得是它最有特色的地方 因為它的 因為前面有講過它的加速快 而且尾速啊 就是不太會掉 所以當你在中扣的時候 球打到地板的瞬間它還會往前滑 哇這個感覺真的是非常的爽啊 以為自己的殺球就提升了不少 但實際上應該是球的問題 它的速度往前衝的力量非常大 長球的話呢也是不費摧毀之力 就可以輕輕鬆鬆的把它送到後長 可能是因為跟它的球的重心 跟它的重量設計可能也有關係 所以明顯在殺球或者是長球的部分 它的力量跟速度是會稍微有提升的 所以當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比賽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看大家誰先殺球 因為基本上即使在後場殺下去 它的球尾速也是不太會解 如果大家看影片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球打到地板上 還是繼續往前衝 跟一般的天然羽毛球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打到地板 一般的天然羽毛球 就是稍微的減速 但這個呢會加速的往外衝 當時候我第一次殺到這個球 我也非常的驚訝 非常的驚訝為什麼這個球可以這麼的快 所以當在比賽過程中我們就是選擇進攻為主 搶攻為主 而不是防守為主 因為防守的人一定會相對的覺得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其實它射過來的速度非常快 如果你當場看的話 你會覺得它比一般的羽毛球更快不少 那這邊就講一下它的優點好了 我認為它的優點呢就是它的速度很快之外 打感很好之外 它的聲音也非常好聽 當球派擊到球的那個瞬間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聲音非常高音非常的清脆 以為你的棒速都提升了幾棒 但實際上不是 是它的球的設計 讓你的聲音變得非常好聽 打感也還不錯 這個是它的優點 它另外一個優點呢就是 它其實做得很像針對羽毛球 而且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它也不太容易榨開或者是扁掉 在大力殺球的過程中 但是呢 這也要講到它的缺點 它雖然不太容易 榨開或者是扁掉 但它很容易斷一根毛 也就是 你殺下去的那個瞬間 兩三球之後 它一根毛就會斷掉 然後在空中 就非常的不穩定的飛行 我們即使沒有殺到毛 也是正常的 沒有切殺的狀況下 正常殺球的狀況下 正常殺球的狀況下 它還是一樣會斷一根毛 不曉得為什麼 我們記得有一場 25分的比賽中 我們大概是換了 七八個採用手 這樣子的成本其實我覺得蠻高的啦 所以它在耐用度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一個需要加強的地方 那未來它會不會變得更好打 耐用度更高呢 我想應該是肯定的 畢竟這個球才剛做出來沒多久 它肯定會有很多需要調整的地方 別的品牌 像是美金龍 它也有碳音球 類似碳音球 這種人造圓球 大家也可以買來打 我記得我以前有打過 但是印象不是非常深刻的 應該可以再買回來 再嘗試一下看看 它跟勝利的碳音球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統整一下 它的優點也是 真好聽 殺手速度很快 然後就是長得也蠻像一般的 蠻好看的 顏值高 那它的缺點 就是耐用度比較不佳 容易斷根矛 那斷根矛的情況下 可能這顆球 就不太能使用 因為它的飛行 會有個很劇烈的晃動 大家可以實際去實測一下 就知道這個晃動感 是非常的適當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 對於這個勝利潘音球 一些初步的想法 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看看大家打完之後 心得感想是什麼 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打碳音球的經驗 或者是說 你有推薦其他的人造羽球的品牌 想要讓我去嘗試一下 我也可以來拍一下 我覺得這個其他品牌的 推造羽球打起來怎麼樣 我是楠教授 今天呢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後面還會有一些 我比賽的影片 你可以看一下 這碳音球跟一般的羽球 比較起來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聲音或者是落地的速度之類的 大家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好那我們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好 十百 十百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